動作就剛好1新增資料 新增的話就ABCD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R向下追蹤 所以我說向下追蹤這個還蠻好用的 為什麼?因為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你一定要知道你現在範圍的最下面列 只要把它加1就會得到一個R 這個R的話意思是我要新增到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OK,然後呢就把TESTPART1234 特別是如果你不確定是不是1234的話 你可以從什麼?從我們的Essal裡面 這邊記得點兩下,點這邊一下 可以看一下Name 如果不是的話,請你把這個名稱改成1234 要不然就是你程式改成你的那個名稱 理論上這個名稱可不可以變動?可以 你可以叫ABCD可不可以啊? 只是說將來你這邊改了,程式也要跟著改就對了 目前我是暫時先不要把它改那麼複雜 不然到時候這名稱又改了 你這邊兩個又不配合 然後有的同學想要用複製貼上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以前寫我會改 但現在我慢慢盡量就不要改 就用原來就好 為什麼?因為這樣你也比較好理解 你不要說 因為我發現同學只要有一個地方 哪怕是一個小地方 忘了改,程式就執行錯誤 然後就會有點緊張 就開始就不知道在幹嘛 OK,所以盡量我就按照基本動作 好,應該都可以看懂程式吧 是不是沒什麼? 而且丟公式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所以以後的話你就循序 只要用R串在中間就可以了 有沒有?非常的簡單 所以回去的話請各位 真的有點有時間,真的多練習 像這沒別的訣竅 你練習次數比別人多你就熟了 就這樣子 OK 好,那清除的話就把裡面丟公式串 然後游標再放上去,就set focus 應該不難吧 每個都很直覺的吧 OK,點下去也會有清單 自己選一下 再來的話 當然有方法一,有方法二 不過方法二的話就是 如果不丟公式的話 你可以用呼叫附成式 或其他方法都可以 這可以給各位參考 另外的話還有水平至中 或者是重劃匡線 這個也許可以再把它加 這個我們待會有時間再來看 再來的話呢 就是先看一下那個 如何建立所謂的防呆機制 那我想到的 就是幾個可能一定要防的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說它裡面其中一個文字方塊 只要有未輸入的資料的話 就空白 那我應該怎麼樣? 擋下來 你一定要給我輸入 而且擋的話還有技巧 就是如果你沒填對不對 我應該是什麼? 游標自動幫你放在那個格子裡 你給我填這裡 就是這裡了 OK 你不要懷疑 對 就是這裡了 它就幫你填進去了 那怎麼樣的話就是這裡 OK 所以我要做邏輯判斷 這第一個 第二的話就是什麼? 輸入非數字資料 明明上面就是答案考了 這還要說明 請輸入數字 就是為什麼要填一個國字 50分就填50 就是用中文打50 那當然一定不OK 為什麼沒加上我們要做計算的嗎? 平均就不OK了 所以呢 如果它輸入非數字資料 我怎麼知道它不是數字資料 所以這個游標的2、3、4 怎麼做防呆 另外的話呢 它如果輸入什麼? 小於0或大於100 那因為成績不可能小於0 也不可能大於100 所以第三個 還有第四、第五、第六防呆 我們就是大概一樣的方法 我們就自己去套用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防呆 如果它輸入什麼? 未輸入資料怎麼防? 所以首先的話 因為這個層次比較融長 所以我先直接看這個第六頁 如果我要針對第一個做防呆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邊我把它先拿這個來好了 程式應該寫在哪裡? 一,請各位記得 一定要先防呆 再讓它執行 所以請你寫在哪裡? 寫在程式的輸入之前 一定要寫在它的上面 你不能寫在下面 下面是已經輸入完畢了 你在防呆 那防不了了 就像說你要進校門一樣 一定要設在哪裡? 設在門口啊 最外面 你不能設在 你已經都進來了 你設在裡面幹嘛 所以特別是一定要在 剛執行程式的 所以第一步 我們要什麼? 判斷有沒有輸入資料 而且我是個別判斷 當然它可以一次全部判斷 可是一次全部判斷完畢的話 這樣就沒辦法說 知道到底是哪一個沒輸入 OK 所以為什麼個別? 個別怎麼判斷? 首先第一個 我要如何知道說 它哪個地方沒有輸入 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 if 前面講 if text box 1 點test 如果等於空的 等於空那表示什麼? 它也沒輸入 等於空的 then then之後的話 要做什麼呢? 特別是 理論上 我們要做三件事好了 OK 當然呢 底下該做什麼 當然也不是有一個標準答案 OK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跳出一個警告訊息 跟它講說 請你怎麼樣? 請你輸入一些資料 然後游標 就是還警告訊息 然後游標再放上去 最後記得 一定要加一個 idysub 為什麼 一定要加idysub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這個idysub的話 它程式還會繼續執行 idysub是說 你在這裡了 它就出去了 它就不會 不會說 還繼續執行 等於是 如果說你沒有idysub的話 等於你有房跟沒房是一樣的 OK 房好看而已 就跟那個門口 有閘門 但是問題是 它根本沒有作用 每個人 好像溫度都一樣 對不對 是做假的 做好看的 有可能 不過你也沒辦法說 你 因為是不是說身上熱 然後 體溫也沒辦法變高 你試試看 體溫故意弄高 然後過來 會不會擋你 OK 不過 這裡的話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第一個沒有新增的話 你會把它要 先關掉一下 我先把這個 剛剛測試這個資料 先把它上掉一下 再執行一下 請輸入信 擋下來了 為什麼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叫message box 前面有一個小icon 這個icon就是豆點 特別之后 我們剛按確定 它游標放上來 大概就是這樣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流程 那你會發現 那個東西叫message box 空一格之後的話 我們把文字填上去 那後面的話 當然你如果沒有加後面這個的話 前面就不會有一個叉叉 OK 那如果你豆點之後的話 豆點之後它會跳這些 就是意思說 你在message box上面 要不要加一些圖示 那VB critical是一個叉叉 當然我比較常用的 裡面一堆 但它沒有一些圖示 所以你大概就看 上面的名稱 大概用猜的 我比較常用的是什麼 Question一定是一個問號 有沒有 然後呢 VB Yes或No 另外我常用的是VB的Information VB的Information就是 沒有像剛剛那麼強烈 剛剛是跳一個XX 是Critical 如果VB Information的話 它就是一個什麼 驚嘆 稍微警告一下 XX感覺好像太強烈了 感覺好像是 就是有點是 你做錯了 你是就馬上就把對方當成是 嫌疑犯那種感覺 有沒有 你好像根本只是去逛買個東西 看個東西 結果對方就說 你是要偷東西 那感覺就很差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Question就是一個問號 請輸入姓名問號 好像不太對 金大號這我覺得差不多 OK 那其他的話 當然如果你有輸入的話 那Enter新增的話這些沒有房 所以怎麼辦呢 那其他很簡單 請各位 把這個複製一下 再來就是第一個房了 再來就是第二個 有沒有第二個 請輸入那個答案考核 請輸入那個答案考核 油標再放在那個第二個 其他意思類推 所以一二三四 這因為時間的關係 都一樣 所以我就把它偷懶一下 複製一下 直接就是房呆一 如果沒有輸入資料的話 一樣的道理 房呆二的話呢 做什麼呢 是否輸入的是那個數字 最重要是數字嘛 所以這裡的話 第一個 一樣我們先拿一個來做示範 請輸先試一下 先房呆一 待會我們再來看 是否是輸入這個數字部分